来,开始,一拜天地,二拜这个手机,复习对拜,凍房你们自己吃,自己解决吧 因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恰到好处的控场能力 近期,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景区的王婆说媒节目在线上线下同步出圈走红 一时间,王婆饰演者赵梅被网友戏称为月老手下第一小怪 近日,记得实地探访,节目现场人山人海 台上,王婆随即挑选举手者登台介绍个人情况 而后,再由登台者挑选台下的一中人上台 针对节目走红后,遭遇的有托等质疑 赵梅接受自己的采访时,给出回应 我可以拿我的人格保证,我这个节目平台是很干净的 特别在我那王婆那茶馆,那舞台那平面上是干净的 没有任何的托,都是我现场点的 但是呢,自从现在就是挺火的以后啊 八方樱桃都来了 但是不妨那人钻控,我看不准 我再三强调,在我的眼中啊 没有什么高低、贫贱之分 这个台子就留给那些需要的人 相亲曾是中国古代婚俗中一个重要环节 八朝古都开封,是宋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形成地 在东京梦华路中,便有宋朝男女相亲习俗礼仪的记载 时至今日,当地仍保留着一些宋式民宿婚礼文化 谈及,会谐幽默的主持风格,整位表示 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寻陶 我公公有的人都知道,我说相声 我老公也是说相声 我们家接住的人都跟这个取义啊 写作方面有点关系嘛 家里来的客人都是这方面的人 那么在家里谈点啥,就是谈相声 就是谈点笑话 我在旁边倒个茶,洗个水的 就慢慢我也熏,把我也熏成这样了 爱说笑话 台上,王婆忙着牵线打脚 台下,主动出击的男女也没闲着 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就是想来找个对象碰碰运气 感觉人特别多 然后也有一些人主动去要联系方式吧 就是有喜欢的去主动一点 昨天来的比较晚 然后今天就昨天没走,今天又来了 谈及单身人士如何由恋爱走向婚姻等问题 赵梅结合自身经历 鼓励他们擦亮双眼,勇敢追爱 我是为爱情疯狂的人呢 我那个时候都辞职了 我就跟着我丈夫来开封 当时我妈我爸都不愿意 我是看中这个人了,我就认对了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我绝对不后悔 但是我俩跟你们年轻人一样 也吵也闹,但是我们会经营 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他是疯狂的 但是我有一样要说啊 真的是,网络它特别虚拟 今天这个父母,明天说明习乞丐 你知道吧,一切都有可能 交友要慎重,擦亮双眼,小心跳坑 只要身体允许,我一直干下去 一定为年轻人服务 你知道吧,我现在告诉你 他们有的上台都叫我妈 你多信任我呀,我得对得起他们 百年修的同传度 千年修的共诊棉 对于当下人们的婚恋观 今年七旬有余的开封室 便良婚俗文正博物馆馆长张胡君 分享了一份让感情长久保鲜的秘诀 你有钱,无论说啊 省外之物,赖真意也可能是取人意 所以弄后呢,这个甘情简离 是在长期的磨合当中 不是今天我一简单 哎呀,我们两个一 很过琢磨,它长得很漂亮,很合格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于愿你们喝不喝呀 此乡喝不喝呀 十号喝不喝呀 一简入是标 关键是内心 这个相处不容易 唱旧的是必须引来 就是说,使将神出来一种 胡矮,胡静,胡心,胡想历劫